哈喽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华 今天在讲题之前我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中的话 我也尝试了拍摄很多不同的内容 不同题材的视频 除了讲题之外也有些其他内容的视频 那么由于在YouTube上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不同的频道上面 可能对家的干扰没有这么大 那么在B站上的话我只有一个频道 那么我所以把所有内容 我自己觉得感兴趣的内容的话 都放在一个频道上面 可能对一些同学造成一些困扰 那么我觉得我并没有发生改变 我只是去尝试一些很多不同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挑战 那么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初心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一个系列的题目 系列的视频 那么就是一个老题 经典题的补完视频 那么我觉得现在新的题目的话 大家都知道是来自于比赛 每周四道题或者八道题 那么可能对于出于比赛难度的考虑 通常有两题或者甚至是三题 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 或者只是一些变形 或者说炒冷饭 那么只有一题 有可能有些难度 有些新的东西在里面 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 去把之前的一些经典题目全部补完 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些前面的 比如说前三百题 如果全部能够掌握的话 相当于说你就是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么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 你才可以进行这个随机应变 那么今天这套题目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道非常经典的题目 它会是结合了这个list 和这个高精度加法的模拟的过程 那好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二题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频道的内容 或形式有什么想法或建议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上留言 我非常希望能够接受到他的意见 不断的去把我们的频道做好 那么今天是第二题 add true numbers 那么它是一个list 和这一个高精度加法 那么讲的这些还是不要忘记 关注我们频道订阅之后 打开小铃铛 接受我新通知 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我觉得我之前讲的一些题目 可能讲了些快 我觉得可能假设大家看了这么多视频 之后对一些内容有一定的基本的了解 然后一些细节就跳过了 那么对于这个纪念题目补完视频 现在我觉得我会讲的稍微慢一些 讲的稍微仔细一些 如果你觉得你完全会的话 你可以跳过 或者说你可以再复习一下 如果你是刚刚学习这块内容的话 我觉得可能对之前的视频 可能对这些新手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友好 那么所以说我在这个系列视频的话 会把这个速度稍微放慢一些 大家如果对这个速度 对内容 有什么形式上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频道留言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的描述 那么首先你会发现老的题目来说 它通常题目都比较直接 题目都比较短 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没有编一个故事 讲一些很乱七八糟 就是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 就是题目比较直接 就是给你两个非空的 链表 单向链表 那么它表示两个非复整形 然后每一位的话是存储了 十净之数 十净之数的一位 然后以反向的顺序存储的 也就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那么个位数在前 然后是十位数百位数 以此类推 那么让你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两个 所代表的十净之数相加 并且把它结果 以同样的低位在前的顺序 以这个linked list的形式 返回出来 那么他题目已经告诉你 你假设这两个数 不会有前置的0 然后就他最后几个不会为0 除非这个数是0本身 只有这两个数都为0的情况下 他才会是00 那么就是让你把这两个数相加 然后返回它的链表形式 那么它的 比如说是342加465等于807 那么342和465的话 会以逆序的形式表现出来 就是243 然后是564 那么你的答案的话 也是需要以逆序的形式输出 是708 那这样一个题目 那么你会发现他并没有给你数据规模 所以说你可能需要 非常自信确信说你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或者说你的这个算法优化足够好 能够通过解 那么 或者说他也是提示你可能需要和面试官进行交流 对于这个数据规模 对一些题目的这一些边界条件 有一定的确认之后再进行解答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讲义 那么这道题很明显的话 是考察你两块知识点 第一个就是链表 链表的便利 以及链表的创建 那么通常对于链表的创建 我们会使用一个这个dummy head的一个pattern 那么去track你的head很方便的去track你的head 然后第二块内容的话就是高精度加法的模拟 他虽然题目中没有说 那么他我们可以认为他的长度可以很长 比如说100甚至1000 那么所以说他没法通过一个整形的类型 32位或64位来表示 他只能通过链表或者数组 或者说string字不穿的形式来表示 那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数big integer 或者说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运算 这道题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让你求加法 那么对于这个高精度计算的话 我们就是回想一下你小学时候做多位数的加减法 就是一位一位计算 然后如果两个数相加超过10的话 你需要计一个进位等等 这边完全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形式 我们只是通过需要用通过计算机的指令 把这个进位存傲下来 然后对下一位进行加减操作 那么需要通过代码来把这个过程实现出来 那么对于高精度加法的话 有一些细节就需要注意的一些special cases 比如说我两个数有不同的长度 那么你是不是要进行对齐 然后你的循环怎么处理 怎么去处理到这个终止条件 或者说你的这个答案 比你这个原原来的这个输入位数更多 只只可能多一位不可能多两位以上 比如说这个11加99等于110 那么这个答案是三位数 你的输的话都是两位数 那么对于高精度加法的话 我这边来写了一个通用的模板 它不管是list还是数组 还是这个string其实都是通用的 那么这样一种比较一种模板的话 你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个位数的问题 当任何一个数组没有处理完 或者说我当前有进位的情况下 我就要做循环 那么我要去创建新的这样一位 所以说当L1或者L2或者carry 不为0或者不为空的情况下 我就要做循环 那么我循环的过程中的话 我要去去计算这一位的值 这位的值的话就是L1的值加上L2的值 如果这两个链表还不为空的话 如果为空的话 我们就用零爱代替 你可以认为他有就是前面前置零 我们可以通过虚拟的补零 把它补齐 那么L1的值加L2值 再加上carry 就是上前面一位的进位 如果进位的话 只可能是零或一 要么进位 要么不进位 那么carry的话是零和一 零或一 那么得到了这个sum的话 就表示当前这一位的和 那么如果他大于10的话 我们只需要取他的个位数 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sum进行取余 对10进行取余 得到了这个值 就是我们这一位需要存储的值 那么这时候我们创建出一个新的list node 然后把它 他在这个tail的next上面创建出来 然后把tail指向他的next 这边我们先不考虑这边链表处理 我们之后再会讲这个链表处理过程 那么只是讲高精度加法 那么当这个这位数字处理完之后的话 我要看进位 那么进位的话 你可以写这个sum除等于10 如果他大于等于10的话 这个carry就是1 如果小于10的话carry是0 或者你可以写 当sum大于等于10的时候就是1 否则的话是0 这个处理完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指针往右移一格 如果是数族 或者说是字符串的话 你也同样是往右移一格 如果移动到末尾的话 那么我们就停下来 就不再移动了 那么所有处理完之后 处理完之后 我们就return这个dummy的next 就是我们这个创建出来的list的head 真正的head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list的创建过程 那么时间复杂度很明显 我们这个循环执行的次数 是和这个列表中最长的一个列表有关系 那么假设l1的长度是n l2的长度是m的话 那么它就是在两个列表中取长的一个 然后它的直行的次数就是和它的长度成线性关系 所以说它就是omaxm和n中取得最大值 那么空间复杂度的话也是这个值 因为我们要把整个list的全部创建出来 所以说我们有这么多个节点 所以说这个就是空间法这么大 如果说它题目并不要求你返回一个list 而是说把它的结果打印出来 当然leadcode没有这种做法 假设说它只要求你把结果打印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空间复杂度就可以从线性降低到o1 因为我们不需要额外的存储 就是需要这个constant的space就可以存储 所有的这一个相关信息 那么我们一边便利一边把值打印出来 这是空间复杂度 我相信很多同学在第一次接触到链表的时候的话 都会觉得比较恐惧 很容易什么就是死循环 要么是死循环 要么就是越界空纸针等等 然后会想着把这个链表先扫描一遍 然后把它的值全部存储在数足里面 才会觉得比较安全 那么很显然你这个就是对链表的这个熟悉程度还不够 如果你真正掌握链表的话 你会发现还是比较轻松 它还有一些一些模式在里面 如果你使用这些模式的话 就不会出现很多问题 像我们今天给出这种模式 就是外循环的时候判断它是否唯空 任意一个对象要不唯空的话就执行 那么在里面的话对每个对象进行单独判断 如果唯空的话就不处理 如果不唯空的话就处理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链表创建的过程 我这边给了一个例子 稍微修改一下 是342加765 这个时候它需要进位 它就变成4位数了 1107 那么它另一样给你的话是243和567 首先我们创建出了一个dummy head 那么注意它的这个 它这个创建出来对象的 你可以认为它只有 它是一个值 它值是0 这边我们称是0 然后有两个指针 它两个指针其实就是变量 变量它指向这个对象 那么同时dummy和tail同时指向这个创建出来 这个0这个node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循环 那么循环的时候 我们就把一开始的话 就是它指向这个head 2和5 我们把2和5的值相加 得到了7 然后我们在tel的next telnext 就是这个元素的后面一个元素 是dummy head后面的元素 创建出了一个新的listnode 然后这个 dummy的话就指向它 然后tel的话也会指向它 做完之后tel的话 等于telnext也指向它 最后时候它的 它的核是7 carry是0 那么你会发现tel这时候和dummy head 现在的已经分开了 那么tel是指向我当前 这个列表的最后一个元素 这样的话我再可以 才可以不断的往后追加 新的元素上去 好 那么我们来进行下一轮循环 下一轮循环的话是4加6等于10 那么它的核是10 但是它这一位个位数是0 对10取余之后是0 所以说它变成0了 那么然后有进位carry即为1 然后我们把这个carry带到下一位 下一位的话是3加7再加1等于11 那么它的个位数是1 然后carry的话也是1 这个时候你虽然我们的链表 都已经处理完了 但是我发现有个额外的carry carry还不等于0 所以说我还需要再进行一轮循环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sum是1 因为这个链表两个都围空 你可以认为前置0 0加0加这个carry1等于1 那么sum是1 然后carry就是0 那么这样的话我整个循环就完成了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tail的话 永远是指向 处理完之后的话 指向我当前这个链表最后的元素 那么这个dummy head的话 是指向一个虚拟的这个节点 所以说它才叫dummy head 那么dummy head的next的话 这个元素才是真正的我们这个list的head 就是我们返回的话是返回dummy的next的 这个我们有个指向dummy 那么dummy的next的话就是指向这个元素 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容易的track了head和tail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所需要的head返回 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循环里面说 如果是第一个元素的话 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我们通常都会用这种dummy head的这个形式 来track它的head 比较比较方便一些 就不用再去做个外处理了 那好 这是这道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我这三个语言都实现了一遍 C++的话 我通常会把这个dummy的head定义在站上面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内存泄露的问题 我们假设在堆上创建出来对象 会返回给这个caller 那么caller会去only这个对象 only这个list 那么你就认为他会去帮你销毁 你就不用考虑生命中期的问题 那么但是对于这个dummy head的话 如果你定义在堆上的话 是如果你不去销毁他的话 他就会就是内存泄露 所以说我通常会在站上定义出来 那么这tail的话是看上去是个指针 那么它其实指向的是在站上的一个对象 那么tail的next之后的元素的话 全部是在堆上创建出来 这是一个地方要注意的 所以说这边是dummy的话 直接.next的 并不是用指针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循环 那caller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把这个指针 直接当成这个布尔对象来看 那么它如果指针为空的话是false 如果不为空的话是处 所以说当这个l1和l2指针不为空 或者说这个sum不等于0 这个整形也可以当布尔用 不等于0的时候我们就做循环 那么这边我把这个sum和carry合二为一了 那么sum的话就是上一个数的carry 所以说这边的这个sum的话就是加等于 相当于是carry加上l1的value和l2的value 如果存在的话 如果不存在的话就用0补来补 然后指针往后移动一格 如果到底的话就用空指针来表示 那么之后我们就在tale的后面这个元素 tale其实是指向 指向当前这个最后一个元素 然后tale的next的话就是在尾巴的后面 再创建出一个新的元素 这个列表的尾端创建出一个新的元素 那么这个元素的值的话就是summ的10 然后sumtune10 然后把这个尾巴往后一格 那么全部处理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创建出来的链表 那么这个时候tale其实没用了 tale的话是指向了一个 站位就是这个链表的尾端 然后我们的话我们就return这个dominion next dominion next的话是有这个链表的头 就是head 那么来看一下java java的话就是稍微农长一些 那么java的话由于它有垃圾回收 所以说你不用去考虑对象的生命周期问题 那么我们tale的话直接在站上 直接在堆上扭出来 你有一个list link 你只能在堆上扭出来 你不可能再这样扭出来 所以说我们tale的话等于newlist link 然后dame的话等于tale 它们指向同一个元素 就这边它们指向同一个元素 然后这边的wile循环的话 你会发现它学的比较农长 因为它没有办法把这个指针 或者说对象当成布尔表达式 你必须要把它和空指针做比较 你才可以把它转换成布尔值 那么你才可以做或运算 同样这个sum的话 你也写成大于0 或者写成不等于0 才可以运算 这下面都是一样的 在判断的时候要就是要多写一些代码 然后就java 那么python的话 它这边就和对象的话也是在堆上设计出来的 所以说直接写成dame等于tale等于list node0 这个值其实任意值都可以 它只是一个damehead 就是虚拟的这样一个节点 就是没有用到的节点 那么java中 python中的话 它的对象或者说数组或者说集合 它为空的话就是false 它为不为空的话就是true 所以它可以写着l1 orl2 ors 这种形式 那么和c++是类似的 这个就是写起来比较短一些 那么其他部分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 那么注意一下这边s最好去做整除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有时候会爆料 做整除的话稍微安全一点 那么全做完之后return dummy.next 那么你会发现dummy.next这种形式的话 是在很多list的创建的过程中 都会用到这样一个pattern 那么同样的话就是这边的循环 对于高精度加管的模拟的话 你也可以用类似的这样的pattern来做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考虑位数的问题了 当任何一个数组任何一个元素没处理完 或者说有静位的情况下再进行处理 然后循环里面的话根据每个对象的状态自己更新 自己去处理当前置 如果没有的话就用领来补权 所以说总结效果这套题目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考察的范围也挺多的 那么同时考察到这个链表访问和创建 同时考察到这个高精度加法和进位 以及一些边界条件的这个处理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做 如果你刚接触list或者说对高精度加法不太熟悉的话 就是这套题目是非常好的题目 那好讲这边如果大家对新的这个节目有什么想法或建议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留言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赞转发评论关注投币一键三连 如果想要题目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